大家好,我是傅小张军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读一个故事 叫做 汉堡小精灵 我问大家 你知道精灵世界是什么吗? 你要是知道的话 或者你知道精灵的存在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放到 comment down below 节目下有comment down below 再提醒大家 汉堡小精灵 安娜的爸爸没时间帮他找小精灵 安娜,不要白费力气 爸爸说 你不可能在草丛里找到小精灵 但是安娜有很多时间 于是她开始每天寻找小精灵的踪影 甚至 甚至小弟弟山姆的屁股下都不放过 星期六的下午 光灯一声 就像一个车掉到加油站里面一样 他看到一个小男孩 点点点点 只有手指头那么一寸 点大 点大 这么大 从这一直到这 这么大 不可能相信吧 不可能相信吧 他的 他的翅膀在风中 晶晶的小洞 安娜好奇的 安娜好奇的问他 你是谁 你是谁 小男孩 扇着他自己的翅膀 飞到一片树叶上 我是一个小精灵 然后 安娜看见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精灵 在拉着一个汉堡车 但是 他一看 就像一个玩具一样 是因为他不知道吗 精灵世界的车很小吗 你看 看一看 好小好小的精灵车 你看 咱们继续 有一个精灵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一帮咱们 把这个汉堡车 立起来来呀 安娜伸手又去搬 一下子 一下子就把那个车翻过来了 最后 安娜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能变魔法吗 但 那个小男孩精灵 那个小男孩精灵 答道 我们不会做魔法 但是我们只会做汉堡 啊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大汉堡车 嗯 知道了 然后 小男孩精灵 闻到 茶 和蛋糕 他一个小跟头就翻过墙去看去看到 有几个蛋糕和两杯茶 他就来不及的开始要吃 但是 点点点点 他的家人都来吃了 安娜的妈妈为小精灵准备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但是 但是 安娜的妈 爸爸 没吃到 一口 是因为 他 太忙着 打字 在电脑上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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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费时间了吧 安娜的妈妈 爸爸 OK 继续读哈 吃的很多很多的时候 小精灵 男孩的爸爸 从 他后身 拿出一个 差不多这么小 手指那么大的 小提琴盒 然后 拿出来了一个 迷你小提琴 竟然 竟然 小男孩精灵 拿出来了一个 迷你鼻子 在那儿 吹来吹去的 小男孩的妈妈 又在那儿跳舞 然后那个小男孩的奶奶就在那儿唱歌 我 真不知道 他们还会唱歌 拉琴 跳舞 吹小鼻子 太多不好 我们 我们必须走了 小精灵们都说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跟其他的小精灵们吃东西 我们得做汉堡啊 我们得快点走 小精灵们 小精灵们蛮好说 但是我呢 我又得去参赛吗 每一次我参赛的时候 都得最后一名 然后奖品给最后一名 就是一个塑料奖杯 她们说 她们说 有小背啊 好悲伤 然后 安娜问 小精灵们 说 我也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 小精灵们 开始看 家庭会议 紧急到家庭会议 最后 小精灵爸爸 决定不能 所以给 安娜 送你一个小 戒指一样的 手表 戒指手表 因为精灵嘛 手指套太小 所以 只能当成一个戒指给什么 走 走 这个 这个小戒指 可以让你知道精灵时间 精灵有时间 跟咱们人一样 真是没办法 最后 那些小精灵 都跑到 汉堡车里面 安娜把汉堡车 慢慢的 放到 公路上边 一下子 汉堡车 启动了 她的引擎 发出了好多好多的 美丽花 这些花 只能被 知 相信 精灵的人 才能看见 你看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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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天空中去 然后 然后 安娜回到 她妈妈和爸爸工作的 这个地方 小母拉着她妈妈 你的裙子 你看 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拉裙子 好讨厌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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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趕着到精灵会议去 有上浴吧 好多 你们看 哇 好多精灵啊 然后你们可以看见这儿 这个光啊 是安娜家 我们继续读 安娜每整天 都盯着她那个戒指手表 戒指手表 看着精灵时间 慢慢的过去 她发现精灵时间 比人间 人这儿的时间 慢了好长好长 晚上 她好累 我也看上来了 算了 她就在床里 打呼噜睡着了 然后那些精灵 吵吵闹闹闹的 从她家里 从她家里 飘飘渺渺 飘渺渺的 飞走了 我说不叫将军 下回再见 我说不叫她 我说不叫她 我说不叫她